同学们,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Seven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讲到了一种不太一样的机器学习算法 增强学习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详细看看这种不一样的机器学习算法 那么增强学习呢 它的英文reinforcement learning也可以成为一种强化学习 这种学习方式是由动物学习参数劳动自适应控制的理论发展而来的 那它可以用一句俗话进行改阔 叫做吃一欠长一智 那么大家以前都学过生物 也知道条件反射这种概念 比如说这个经常喂这个狗吃食物的时候 在它耳边放那个铃声的时候 那么一听到铃声 这个狗就会分泌唾液 这就是一种条件反射 那么国外经常拿这个小白鼠做实验 其中有一种实验呢 就是让小白鼠走这个迷宫 那么其实小白鼠走迷宫的这个过程 就可以堪称是一种增强学习的过程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小白鼠走迷宫的这个过程 这里我从网上找了一个视频 那么小白鼠能不能记住一个迷宫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只小白鼠放到迷宫中之后 开始四处搜寻这个 通往出口的这个路径 那么由于小白鼠一开始 对这个未知的迷宫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他不停地在这个迷宫中跑动 来搜索可行的路径 那么其实我们增强学习中 提到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像这个机器人一样 他在这个迷宫中也是对这个迷宫 毫无了解的 所以和这小白鼠的状态是一样的 他一开始也会在一个未知的环境中 次数搜寻可行的答案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某一些角落上 探索的次数比一次还要多 有两次甚至更多 那么实际中增强学习这个算法 他所产生的这个过程 也是非常类似的 那大家后面也会详细地看到 这个算法 采用这个算法的这个机器人 或者我们最后那个flapy bird的那个小鸟 那虽然不是同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迷宫的问题 但是也是类似 大家可以看到他一开始会犯很多错误 这个小白鼠最后终于找到这个出口 那么这是最开始的训练 那花费了他1分46秒 去完成这个迷宫 那么甚至有的次数 有一些尝试的时候 探索的时间超过了三分钟 那么在这次训练中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小白鼠 虽然他还会走一些弯路 就还会来回的探索 但是他对这个迷宫的这个熟悉程度 已经比刚开始的时候要好了很多 那么算法训练其实也是这么过程 后面我们会提到 有这么一样的一个决策的矩阵 他也是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和这个小白鼠 学习记忆这个迷宫的过程 也是类似的 那么这次花费了50秒的时间 好最后一次呢 他已经对这个迷宫了如指掌 最后一顺势找到了出口 那么比10秒钟还短 那么最后我们这个算法 他训练完成之后 也就像这个小白鼠 最后一次走这个迷宫一样 他已经完全 就是当这个决策的一个 矩阵和一个方法 已经完成形成了之后 那么他在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 就会像刚才那样 非常顺利 非常顺畅的完成整个我们的任务 那我们来看一下 正向学习的一些分类 你正向学习的分类 不像机器学习有那么多种 也没有他那么多种算法 那么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时序差分算法 另外一种就是Q学习算法 其实Q学习算法 算是时序差分算法的一种改进和加强 那么他们其实都是从动态理论 动态规划这个理论 思想继承发展而来的 这个发展过程就不详细讲了 那么增加学习的一个基本流程 大家看到这张图 并且我们联系刚才那个 小白鼠走迷宫的这个过程 增加学习中有两个基本的实体 一个称之为agent 另外一个称之为环境 environment 那么agent呢 它能够产生一个动作 或者说 当然它能产生很多种动作 环境呢 接受这个动作之后 状态发生改变 那么同时 它能够产生回报 并且反馈给agent 那么在小白鼠走迷宫的时间中 这个环境呢 environment就是 这个整个迷宫 那agent就是 就是这一只小白鼠 当小白鼠选择走某一条路的时候 那么 它这个状态改变 也就是说 它在迷宫中所处的位置 那么就是它的状态 那么回报呢 比如说 小白鼠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里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环境给它回报 当然是一个不好的 一个反馈 就告诉它这条路走不通 那么当 小白鼠 在那个出口位置的时候 那么环境给它这个 回报 这个反馈就是一个好的 告诉它 这条路可以通向出口 那么 我们反复进行这个过程 反复进行这个过程 也就是刚才我们那句书话 所说的 吃一欠 长一智 小白鼠在多次 重复这个过程之后 对这个迷宫的 布局啊 以及自身这个 在什么状态 该做什么 进行什么样的决策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之后 那么它就知道 这个路该怎么走 在哪一个 迷宫的哪个路口 做什么选择 对自身更加有利 下面我们举一个 更加具体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过程 那么看这张图 这个图中 呃 有五个房间 还有 房间外面 还有一个区域 我们用零 一二三四 来表示这五个房间 那么房间外面的区域呢 我们用五来进行表示 区域之间 有门可以通过 那么现在假设 把一个agent 或者说 把这只小白鼠 放在任何一个房间内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 要到达 房间外面的区域五 那现在问 小白鼠要怎样 这个agent要怎样 才能够到达这个五区域 当然呢 我们人 从整体上 一眼就能看出 啊怎么样 从任何 任意一个房间 怎么样到达区域 那么但是 请注意 我们人类看到的 这个信息是 完美信息 你是在了解 整个房间 的布局的情况下 做出这样的决策的 那么如果 你是这个agent 自身 或者说 这个小白鼠 他本身 他对整个房间的布局 以及这个区域五 在什么位置 并不了解的 所以说 这是一种 非完美信息的问题 我们 必须 要在身处这个环境中 进行反复尝试 才能得出答案 我们 把这张 这个 五个房间和外面区域 用一张 更简单的图 进行表示 我们把 处于 哪个房间 视为一种状态 不同的这个状态 我们还是用 刚才房间的编号 来进行表示 那么 这个区域五 房间外面的区域五 是我们最终的 目标的状态 那么 刚才这些房间之间的 这个门的通联关系呢 我们可以用 箭头来表示 那么 从二到三 这个状态的转移过去的 一个箭头 就表示我们从 二号房间 到了三号房间 在给予了这个状态 转移的关系之后 还请注意 环境还要 需要给予 我们某一个 状态转移 或者说这个动作 一个回报 那么由于我们 最终想要到达的这个 目标区域是 五号区域 所以呢 我们 呃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从一号房间 和四号房间 可以到达五号区域 那么所以 从一 和四状态 到达五状态的时候 我们给它一个奖励值 这里我们设定为一百 当然 我们也可以设定为其他值 比如 两百 五十 呃 这些都可以 当然这个值 怎么设定 呃 这是一个 应用上的问题 一个工程上的问题 这个 我们后面再进行讨论 呃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五到自身 还有一个 一个状态转移 呃 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 这个五是我们的目标态 呃 你在这个 它 有一个自身 这个 终点状态的一个特性 所以 这个我们不详细讨论 那么 当 那现在呢 我们 假定 这个A群的处于房间二 或者说 这个小白鼠在这个房间二中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到达这个五呢 那它这里就有一个 训练和探索的过程 我们把 这个 初始的这个二 房间用黄蓝色标识出来 标识它是七点 那么这个五状态 呃 是我们的终点 我们用绿色标识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除了这个状态 转移矩阵之外 呃 状态转移图之外 我们再 根据这个状态转移图 画一个奖励矩阵出来 那么 如果这个状态之间有转移 不存在转移关系 因为有的方言之间是没有门可直接到达的 那我们就用 这个 负一 来进行表示 那么看这个矩阵中 呃 行 是代表这个状态 那么列是代表action 就是动作 从某一个状态转移到另外一个状态的过程 那比如说 这个状态0 到状态3 它是没有一个直接可达的一个转移关系的 所以我们用负一表示 那么 从状态0是可以到达状态4的 啊 这个图上中的奖励值是0 所以我们这里写上0 那么从4到达5 那么它的这个奖励值是100 所以在 这个状态4 以及 到达的状态是5的这个 过程中的这个 矩阵元素 我们给它写成100 那么当这个 状态 这个奖励矩阵 生成之后 啊 我们就可以开始左手对这个 矩阵 就是对这个角色过程 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推演 因为 大家请注意 这只是一个奖励矩阵 那 这个奖励 单纯的靠这个奖励矩阵 其实对我们实际中的这个 指导 这个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 从这个矩阵中 除了 从1和4状态 还有5状态本身可以到达 这个5状态之外 那么其他的 状态 这个值要么是-1 要么是0 呃 我们 再从图上来看出来 其实从2和0 它距离这个状态5的这个距离是非常远的 因为你看从状态2 它需要先经过3 然后从3通过1或者4才能到达5 那么0也是一样 它需要通过4 呃 才能到达5 那么 而状态3呢 你看它只需要通过一个状态 就能转移到状态5 所以 总的来看 状态3 它距离5的这个距离要比 呃 0和2会更近一点 呃 另外一点 那1和4就更不用说了 直接一步转移就可以到达5 所以说 呃 这些奖励值得设定 当然它全是0 这就是对我们现实中指导 有这个指导作用和帮助就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 决策矩阵 来帮助我们 呃 了解从某一个状态 到底该做什么样的决策 对自身更加有利 呃 而且 刚才我们 这个同 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 它只有 呃 5个房间 加一个外面的状态 所以总的来说只有 6个状态 这6个状态之间的转移关系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呃 靠我们人类比算 都可以做出来 那么 实际中的现实问题 包括我们 呃 这个项目中的 Flappyboard的这个问题 那么它所涉及的状态 都是非常多的 呃 可能有好几千个状态 那么这个好几千个状态之间的转移关系 也非常复杂 我们不能用简单的 呃 人工的方式去观察 去描述 去理解 去完成这个计算 演算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一个 算法来 完成这个过程 那么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算法 它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数学原理在做支撑的 那么 这项学习的数学原理是什么呢 啊 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课中 会跟大家详细的讲 那么这个数学原理就是 马尔科夫角色过程 好 我们这些课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